这是林正英之后最好的僵尸片 也是唯一可以比肩林正英的僵尸电影 电影将蜡尸 赶尸 僵尸 尸体的三种形式集合在这一部影片 可以说是非常的全面 里面的僵尸王也是我看过最厉害的僵尸 飞天遁地无所不能 刀枪不入什么兵器也上不到它 原地不动就能将半径一米以内生物全身血吸干 然而电影的故事因为片伤过度删减 让这部经典最终埋没在了时代的洪流之中 电影的故事也因为删减 从原来的110分钟变成了90分钟 更是影响了电影的结局 今天四舅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徐克的这部《僵尸大时代》 17世纪中国尚处在清朝统治时期 阴阳浑浊世道艰险 受阴气滋养 许多尸体渐渐化作强大且邪恶的僵尸 危害人间 所谓僵尸就是人死后的尸体在地下不符 时间长了地下的阴气会有种磁场 令尸体动就会变成僵尸 这种僵尸会被人的磁场吸引 不断吸取人体内的血肉和能量 这也是为什么僵尸会攻击人类的原因 这个时期 毛山道长会下山铲除妖碎 拯救世人 毛山道长手下有四大土地 名叫风雨雷电 今天他要带着四人和土地们下山铲除僵尸 经过几天的奔波 众人来到了一个被挖开的大僵巨墓 光头道长就要下去看一看 如果尸体还在 那么就没有发生事变 要立即将此地炸来 如果尸体不在 那它就已经变成了僵尸 那就危险了 大弟子发现此地有沼气 赶紧让拿着火把的尸体们退后 吸灭火把 道长忽然觉得背后一凉 他赶紧用轻弓飞出 命令四大弟子将其抓起来 这个大将军已经事变 就是僵尸王的级别 刀枪不入 防御极强 飞天遁地无所不能 最恐怖的是原地不动 就能将半径一米以内 生物全身血吸干 这真是我看过最牛逼的僵尸了 很快弟子们就死了一大片 看到三弟子有难 道长用祖传宝剑将僵尸王打退 才救了他的性命 其中一个弟子在打斗的过程中 引爆了沼气 瞬间发生了大爆炸 小师弟们全都死了 师父也下落不明 就剩下风雨雷电四大弟子 四人用罗盘赶紧找寻 僵尸王的下落 他们来到了一个名叫江家的府上 此地大晚上挂着红灯笼 办喜事甚是诡异 四人决定去府上查看一下情况 管家将四人当成了临时工人 让他们去厨房干活 管家还嫌四人的名字不够好听 改成了恭喜发财 这时新娘子也到了 媒婆将新娘子带到空荡荡的府上 让她和新郎拜堂 媒婆完成任务后撒腿就跑 原来江家是做辣师的 没有姑娘敢嫁到此处 这次的新娘也是被哥哥给卖了 所以只能在大晚上成亲 新娘害怕极了 堂上只有两人 江老爷和他夫人 夫人却一言不发 像死人一样 拜堂正式开始 新娘新郎一起磕头 新郎告诉新娘 不要害怕 她已经结过六次了 但每次新娘过门后便死了 这时有一群劫匪 想趁机进江家结婚 可就在半路上 他们遇到了僵尸王 那死的是一个比一个惨啊 第二天新娘醒来 却发现新郎死在了房间中 风雨雷电四人以为僵尸出现了 赶紧跑了过去 雷雀和跑出来的新娘 撞了个满怀 这一撞 雷彻底爱上了新娘 大夫告诉江老爷 他的儿子是被毒蛇咬的 没得救了 已经断气了 管家将这一次的疏忽 都怪罪在了自己的头上 无脸待在江家 离开了这里 四人在这里没有发现僵尸 便也离开 江老爷将四人叫住 让他们抓完蛇再走 雷可高兴了 愿意留下 你那是留下来抓蛇吗 分明就是缠新娘的身子 唯一活下来的山贼 赶紧回来禀报消息 老大正是新娘的哥哥 传说江家藏着一份宝藏 他本来是想将妹妹嫁过去 先打探情况 自己再让人过去 将宝藏带回来 手下说自己遇到了僵尸 唐龙根本不信 以为他是办事不力 推托责任 债主也嘲笑唐龙 是在他面前作戏 唐龙这个人十分的惨暴 他武功高强 拳法刚进 几拳下去就把债主给打死了 风雨雷电四人也发现了 江世王在树林中造成的爪印 他们怀疑江世王就藏在江府 便继续留在此地 等待江世王出现 本以为新郎死了 新娘珊珊就可以解脱了 可没想到的是 江太爷对珊珊讲 我带你去见他 只见江太爷将自己的儿子弄成了蜡像 江太爷对珊珊说 你现在不用担心寂寞了 我儿子会永远陪着你 珊珊害怕地问他 拜讨那天那个婆婆 江太爷夸他好眼力 那个也是蜡肉 做夫妻 有一个不出生是一种幸福 这个江老爷真是太变态了 珊珊直接吓晕着过去 风雨雷电四人根据罗盘 来到了一个偏僻的房间 打开门后 看到里面的景象 惊呆了 这里竟然有许多的蜡像 江太爷要用这些蜡像干什么呀 这时 风无意间触碰到了机关 打开了江家的黄金 雷提醒大家 我们是来找僵尸的 不是来找金子的 电吐槽 有了金子还找僵尸干嘛 四人还是很有职业操守的 没有动里面的金子 管家是唐龙安排到江家的间隙 前几个过门的新娘 也是他放毒蛇咬的 管家把江家的情报 一无一时地告诉了唐龙 他准备找到双西赶尸王 让他将所有的蜡尸弄火 让江家打乱 他们就可以趁机去找宝藏了 唐龙不相信僵尸有那么厉害 要与他们交手一番 赶尸王将唐龙揽下 他告诉唐龙 这些都是客死异乡的人 人都死了 还和他们计较干嘛 唐龙也正想试一下 这位赶尸王的实力 赶尸王驱动僵尸 布下大阵 将唐龙围住 唐龙这才服了 雷这个小子不怀好意 竟然偷看珊珊洗澡 还被其他三人发现 雷这一下不乐意了 他认定 珊珊以后就是他老婆 这可不能让别人看了 蒋老爷也看到了这一幕 他将四人叫过来 要惩罚他们一番 四人也不和他客气 本来就是来抓僵尸的 怎会任由其摆布 可江老爷之前是名捕头 他的武功也不容小觑 四人联合也勉强打成平手 江老爷看出了四人的武功 不可能是工人 便让他们交代清楚 四人告诉江老爷 自己是来抓僵尸的 他们觉得这里的蜡像 会变成僵尸 蒋老爷大骂他们胡说 蜡像会变僵尸 只不过是江湖上散布的谣言 就是这句话 毁坏了江家的名声 导致没有人来这里工作 蒋老爷希望他们 可以帮江家避出这个谣言 他就说其中一位当养子 并且把珊珊改嫁给他 赶尸王这边开始做法 让江家的蜡尸都动了起来 江少爷也朝着珊珊跳来跳去 吓得珊珊大叫躲在了床底 雷听到动静后 赶紧过来保护他离开 然而却撞到了江老爷 江老爷以为雷要私自带走珊珊 就大发雷霆 这时十几具蜡尸冲出了门外 雷告诉江老爷 是有人用茅山术启动了他们 你外面是不是有仇家 这时一声怒吼 江尸王原来也藏在江家 雷让江老爷交代出 有多少人知道他家有金子 江老爷以为三人是想谋他的财产 两人就打了起来 江老爷剑法高超 雷也用出火球术 江老爷一看对方也不好惹 就先溜走去看金子 姗姗请求雷带他离开这里 雷答应了 江尸王将所有蜡尸召唤了过来 没想到这里面竟然还藏了个大boss 直接一命呜呼 江尸王杀死赶尸王后 继续追杀雷和珊珊 江尸王用土盾术 将两人逼到刚开始的将军墓 等雷发现时已经迟了 江尸王将马给拽进了地里 没有马的两人根本跑不过江尸王 他将雷给吸了过去 危机时刻有人给他头上浇了一盆水 江尸王是热感应 这下他就看不到雷了 雷抬头一看才发现是师父 江尸王发现师父后扑向了他 雷江珊珊藏在一个水坑中 他要过去帮师父 两人躲在井里 这时天上也下起了雨 江尸王发现四处无人 这才离开 管家将唐龙带到了藏金子的地方 江老爷就在这里等着他们的 看到唐龙 他才明白对方把妹妹嫁过来 就是谋江家家产 两人二话不说就打了起来 他们都是用剑高手 刀光剑影 短时间谁也难以打倒对方 管家趁机去拿金子 然而里面藏着一条金蛇 管家因为贪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就在两人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江尸王出现了 另一边 师父发现珊珊种了尸毒 不出七日就会变成僵尸 雷好不容易找到老婆 这下要成僵尸新娘了 不过师父不会见死不救的 他让雷用棺材木粉敷伤口 还有的质 小玲醒来 发现亲人也都变成了僵尸 还好风云殿三人及时出现 将僵尸给制服 师徒无人再次团聚 他们发现这里的村民都种了尸毒 全身红肿 样子极其难看 师父将他们全部泡在棺材木粉上 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活 雷安慰大家 只要珊珊能变回去 他们全都可以变回去 一个村民问雷 珊珊如果变不回去 你还会和他结婚吗 这真是个致命的问题 雷告诉珊珊 明天他就进城 买身新衣服成亲 晚上师父带着徒弟们进了城 城里都是捕快 他们告诉捕快 自己是来抓僵尸的 捕头根本不信 还让手下把刑具都拿了出来 师父追赶着僵尸王来到了荒山野岭 他们在地上发现了姜家的金子 这个僵尸王有了灵性 他让师父到姜家去找他 到了姜家后 这里空无一人 只有地上的金子 店摸了一下 触动了机关 上面一个大网将他们给围了起来 姜老爷现身 师父说 做个活死人不如早点入土为安 这句话说明姜老爷也中了尸毒 姜老爷还不忘有人传宗接待 他让唐龙把他们都给杀了 金子就归他 然而师父对于唐龙来说就是降维打击 一剑就将他斩为蓄水 徒弟也轻松解决了姜老爷 此时僵尸王现身 师父拿起祖传宝剑 划出阵阵剑气 将僵尸砍成了两半 然而这都不能将他杀死 他赶紧躲在地下恢复体力 等他出来后身体又复原了 店跑到楼顶 要用刀引起五雷轰顶 消灭僵尸 经过宝剑的毒打后 僵尸忌惮起了宝剑 他飞身先去解决楼上的店 僵尸又追向了师父 师父钻进一个铁笼中 徒弟用捆尸索要捆住僵尸 然而僵尸力气太大 将雷拖到了地底 师父赶紧拿起宝剑 扔向僵尸 这才救下了雷 师父让他们看住僵尸 他去拿炸药 僵尸王现身后 风云雷电四个徒弟要将他给靠住 僵尸王嘴里吐出法力 一阵爆炸声后僵尸王脱困 师父跳起将僵尸王头颅斩下 僵尸王狠狠咬住宝剑 将头颅藏在肚子中 这下宝剑被僵尸王给夺走了 僵尸王没有害怕的东西了 师父为了救弟子们 只好拿起炸药和僵尸王同归于尽 电影的最后 雷和珊珊要回到乡下 其他三个弟子决定留在江家 后面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局 遭到了删减 珊珊的旁白再次响起 原来金匾并不是镇民们 送给风雷与电四人的 而是送给捕头的 镇民们想感谢捕头 修好了镇子上的下水道 而关于僵尸的事情 其实捕头从来没有向镇民们透露过 风雷电之后住进了江家大宅 花着江老爷留下的财产 三人逐渐失去了上进心 每天喝酒抽烟 活成了曾经最讨厌的样子 这里其实也很能理解 在前面的剧情中 几个徒弟其实也不是什么善良之人 尤其是电对金子很是向往 师父生死不知的时候 他们到江家张口闭口也都是工钱 觉得江家没有僵尸 要走的时候还不忘去要工钱 江老爷说 谁留下就可以考虑把儿媳妇嫁给他 家业让他继承 雷立刻就说要留下来 几个师兄弟没有一个人出来反对 把找师父杀僵尸扔到了脑后 和其他不同的是 小林一直都很勤快 但珊珊寄给他的信从来没有回答 有一天小林在厨房干活 不小心打破了墙壁 随着墙壁的裂缝 小林看到了墙后面一排排的蜡尸 电影也在此时戛然而止 电影最后的开放世界尾 也让一批又一批的观众陷入沉思 有人说是三个弟子变坏了 为了谋财开始做蜡尸的勾当 然而这种说法不太合理 有着江家的金子 他们应该不缺钱的 我们注意关键语句 在《珊珊的旁白》中 说寄给他们的信从来没有回音 再加上最后一排排的蜡尸 这就说明预示着江家 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货源 而这个灾难的程度 足以改变人类的时代 三弟子可能也早就牺牲了 这样的解释 也很符合电影的名字了 《僵尸大时代》 《千年僵尸王》 是于2003年5月30日 上映的一部僵尸恐怖电影 该片由徐克监制 钱生伟指导 周文健 林雪 安雅 于荣光 纪春华 张志饶等人主演 这可以说是林郑英之后 最好的僵尸电影了 该片所营造的氛围和古运 荒厉的感觉 冠绝香港僵尸片 因为是徐克编剧 融合了特效打斗的场面 看着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然而当时僵尸片走向落寞 这部经典也被埋没 我们来聊聊这个电影的幕后故事 大家对徐克的认知 都是武侠片居多 那么为什么 他当年会拍一部僵尸片呢 2000年 在好莱坞受挫的徐克返回香港 并决定再度回归 古装灵幻片的创作 他将目光聚焦在了 僵尸片的创作之上 于是就有了这部僵尸大时代 英文名《The Ear of Vampire》 其实当时徐克与像画像的公司 合作了三部电影作品 分别是《蜀山传》 《僵尸大时代》 《黑侠2》《蜀山传》于2001年上映 而《僵尸大时代》 则定档在了2002年 《蜀山传》生不逢时 耗资1亿多港币 在香港上映后 却只拿到了1000多万的票房 面对《蜀山传》的惨淡成绩 像画像公司担心 僵尸大时代会重蹈覆辙 于是撤掉了影片的上映档期 只是在2002年 以DVD叠片的方式 在市场之上发行 但《黑侠2》的IP影响力 引来了好莱坞的共同合作 好莱坞也了解他们公司 还有一部《僵尸大时代》作品 当时吸血鬼题材 在北美很受欢迎 所以徐克这部 中国版《吸血鬼猎人》 就受到了好莱坞的青睐 他们买下了 《僵尸大时代》的版权 将该片推入北美电影院线 为了蹭上 《吸血鬼猎人》的IP热度 还将名字改为 《Swing Hankers Vampire Hunters》 简单理解为 徐克版《吸血鬼猎人》 除了修改片名 好莱坞片商们 还对《僵尸大时代》的故事内容 进行了大幅度删减 电影的故事 也因为删减 从原来的110分钟 变成了90分钟 然而 有意剧情删减的问题 这部《僵尸大时代》 在北美院线表现平台 美国的票房成绩 为15万美金 在澳大利亚的成绩 也只有22,336美元 于是 片商将该片 推向了蝶片市场 剪辑了一个 103分钟的剧情加长版 和一个90分钟的院线版 蝶片市场的版本混乱 也导致了 僵尸大时代的褒贬不一 徐克这部僵尸经典 也因此被埋没